非常受歡迎的2023紅麵鴨放暑假活動15號晚上 是在旅潭盛大開幕了 今年特別邀請到媲美太陽馬戲團 國際知名的武林劇場為活動開場 深受民眾喜歡 吸睛的展演內容不僅有水舞光影秀 水上劇場表演更有好玩的親子互動共融遊戲區 當地居民也表示 包裝中午管理處進行看台區的修繕之後 也提供了民眾更舒適的空間 在今年4月份開始 縱管處把檀西的看台整治好了 讓我們遊客來到花蓮禮毯的時候 有一個可以欣賞的地方 而且又碰到昨天的紅麵鴨水舞的開幕 吸引更多的觀光客來 我們花蓮禮毯來觀看還有旅遊 我想帶動觀光是最重要的一環 每天晚間7點與8點整 展演兩場次 每場次8分鐘 此外每天晚間7點半與8點半 更有全國最大原住民水舞光影歌舞秀 記者凌結 收毛箱 採訪報導 你找到外星層就能夠快撈倒在下身上 你對於閃爭的位置